年糕年糕年年糕 今年还比去年好 糖炸炸油爆爆 吃着嘴角起大泡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常念的歌谣 他在讲的就是 过年一定要吃的一个小东西 叫做年糕 老婆过年为什么一定要吃年糕啊 年年糕生啊 取其年年糕生的意义 还有呢 祭祖拜拜 就是祭天祭祖 还有拿来拜拜用 所以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会有年糕 从中国大江南北 一直到有被华人文化影响的地方 大概都有年糕的存在 韩国日本香港 或者一直到东南亚有华人的地方 过年就一定会吃年糕 但年糕到底是从哪里传下来的习俗呢 他的说法有很多 最早期的说法是说 夏商周 在周的时候就有在吃年糕的习俗了 那个时候中原地区的稻子一年一收 也就是收成下来之后 就差不多准备 今年又过了 所以收成下来 剩下来的米 做成年糕 吃完 嘿大家就长了一岁 一直到了后来春秋时期 我们不是曾经讲过一个小故事 吴王和驴吗 他的小孩叫做福差 对不对 他还有一个军师叫做吴子虚 吴子虚就帮这个吴国盖了和驴大城 在现今的苏州一带 可是他自知 功高正主 命不久矣 他就跟他的下人说 万一有一天年年战祸 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 记得去和驴大城的相门下面 绝地三尺 就可以找到这个解方了 嘿呀 他的下人就记住过了不久 他真的就遭人陷害 自吻而死 吴子虚死了之后 卧行长短 那个月王勾肩 一看没有了大将 就开始攻打吴国 果真和驴大城被围了几个月 甚至到几年之久 百姓民不聊生 连东西吃都没有 那个时候他的下属 突然想到了 就去那个相门之下 绝地三尺 才发现 哇原来城墙是用 糯米做的挖起来之后 就是所谓的江米年糕 为了感激这个吴子虚 留下来这个江米年糕 解了大家的那个饥荒啊 所以在江东一带 或者是我们说的江苏一带 吴国的地方 就每年都会吃年糕 我们前面讲那个年糕年糕年年糕 今年还比去年好 这个歌谣 就是在宁波苏州一带 大家恶熟能详的歌谣咯 可是为什么我们到15才来吃年糕呢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我不知道老婆小时候 有没有这个印象 我小时候 这个年糕通常都是摆到最后的 过完年该大鱼大肉 15早就吃光了 打开冰箱一看 过年还会剩下来几个东西 老婆你记不记得 过年还会剩什么东西 留到过年后的 应该就年糕吧 还有还有 蘿蔔糕比较早吃完 那留不久 嗯 还有腊肉跟什么 香肠 腊肉香肠吃不完 但是它可以久放啊 唯一这个年糕摆到15 通常就不大能吃 我记得小时候 舍不得丢嘛 上面长那个 霉菌啊 老婆你们家会怎么处理 就把它切掉 哈哈哈哈 我们也是 就把那个有发霉的地方 表皮给它 切掉 然后切成块 然后就裹面糊下去炸翻 这也看不见 这稀里糊里糊里糊里 把它给吃光了 这是我们小时候最深的记忆 但是今天啊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好吃的做法 它叫做 姜汁年糕 我们要用做姜汤的方法 把这个年糕 做成一个 大家恶熟能详 而且吃起来非常解腻的 半口小点心 好嘞 我们很快来看看 今天有什么原材料 第一个 我老婆自己做的年糕 我老婆最厉害的 什么都会做 因为我们不喜欢吃外面那么甜 所以我们自己的糖分 没有加那么多 一个年糕你看 对 没有发霉 上次做的两个 这是第二个 再来我们要做姜汤嘛 那当然用的就是 生姜咯 然后还有什么 红糖 一开始我们就用这个生姜 来把它切一下 这个我老婆教的 在煮姜汤的时候 就不要把它切断就好了 刀子斜着切 因为我们只是要取其姜汁 这样切完 翻过来 再斜着 斜着刀再切一遍 对 也是不要切断 对 斜着切断 有些人是用拍的啦 拍的的话 有时候它是会有一些小屑屑 拍的我只有一个地方不喜欢 就是煮完之后它会有小屑 对 你看这样 就好了 对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姜块 丢到后面的热水里面 给它煮个20分钟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其他的食材 Let's Go 好这我们已经煮滚了一锅水 我们先把这个生姜给放下去 再来 增加一点风味补补身体 我们再加4颗红枣 红枣已经洗干净了 红枣洗干净 我们把它稍微剪一下 这样它味道比较容易出来 对 我们这红枣品质很好 很甜 其实 本来今年的红枣都好漂亮 所以都很甜 我们河南老家安阳也都产红枣 以前我爸说在浴房涂口 在东北的时候城外面就是种红枣 因为它有刺 它有刺 它刺非常长 再来 中年不得已 钢杯加枸杞 中年补身体 加点枸杞 一起下去煮这个 姜汤 好 煮个20分钟 它在煮的时候 咱们就来处理这个年糕了 把它切一下 还蛮好切的嘛 你看 我们自己加的 红豆还是加不少的 嗯 那时候做完我就放冰冻裤 对 后来要拜拜的时候再拿出来 混蒸 对 我们就先取这一小块来用好了 现在我们就留着 炸年糕 这一块 咱们中间先给它剖一半 把它切成骰子大小 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 这样 中间再给它一刀 其实年糕要坏也不容易啦 因为它甜 对啊 可是我总记得小时候年糕都会发霉 那是因为拜太久了 对哦 还是发硬 可是不是发硬 我印象很明显 因为它有一颗一颗的斑 就把它削掉 它跟馒头 跟那个神虫摆在一起啊 它就是会起斑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它切成小方块 有没有 就骰子大小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加 我们加红糖哈 我觉得那个味道 有蔗糖的香味 特别香 甜度大家自己掌控 我是加个一匙半 还有一个小秘诀跟大家分享 光加红糖吃起来会有点腻 嗯 最好再加一些冰糖进去 冰糖 冰糖大概是红糖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样子它会带有一点点清甜的感觉 喝起来那个姜汤就不会那么腻口 嗯 嗯 所以 这个是我个人的小鹿爵 喇一喇 你看 这个姜汤就很漂亮了 有没有 而且有红枣跟枸杞的味道 红色就很漂亮 嗯 好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样就把这个 刚刚这个 年糕 小丁就把它加进去了 我们现在就开火 再给它煮个三到五分钟 好 好 刚才那样其实就是姜汤啦 对对对对 养生姜汤 对 分享一下姜汤要怎么样才会很辣 其实你硬煮啊 煮一个小时它都不会很辣 你就是给它泡着隔夜隔天超级辣 对 就用泡的 好 咱们给它煮一会儿 其实这个只要热了 它就软掉了 对 所以我们刚刚大概煮了一分钟左右 不要去搅它 小火煮个一分钟 咱们就熄火 出锅 OK GO 这样感觉好像要软Q软Q的哈 嘿嘿 很像吃乌鱼耶 嗯 诶对吼 有了 对对对 它真的软Q软Q的喔 吃起来超好吃的 对 好嘞 OK 一顿大餐最完美的结局 就会落在甜点上面 如果你在大餐结束的时候 端上这么一碗 我相信所有人的眼睛 都会被它给亮瞎了 光吴闻啊 在这个冷冷的夜里 闻到姜汤的味道 就觉得特别幸福 嗯 今天还有点冷 还冒着白烟 对不对 快快尝一口 你看 软Q软Q的 根本就 比藕鱼还要再软Q一点点 对 藕鱼还比较硬 对啊 这样吃其实比油炸的方便多了 哈 比油炸的方便 而且吃起来更清爽 嗯 下水之后煮一分钟就好了嘛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所以你家的年糕要是消不掉 油炸的又怕太油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每一餐饭后 端上这么一小锅 红豆年糕汤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姜汁年糕汤 我相信大家一定特别开心在会口 冷冷的夜里喝上这一碗 热腾腾的姜汁年糕 软了味 软了心 章心漫谈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咱们明天见 拜拜